我们来看一下英文的分词构矩的用法 所谓分词就是所谓的V-I-N-G 这是动词变化当中的一种叫做现在分词 它怎么样使用呢 各位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I-N-G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I-N-G 这两个I-N-G都叫做分词 它到底是怎么样子形成的呢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用I-N-G呢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各位这一个句子我先朗诵一下 When existing, be aware of a vehicle's approaching from the rear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英文呢 是在公车上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个句子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是怎么变化的 When 这是一个副词词句 理论上后面应该有个主词,一个动词 各位看到这边的主词是被省略的 在英文里面唯一能省略的主词叫做you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you 那么you,you是一样的 所以在词句里的you就被删掉了 这个exist叫做出去 从车上,公车上出去,下车的时候 那么动词发现没有了主词 所以动词就变成了分词 在英文把主词删掉,动词改分词 就由原来的一个副词词句 成为了副词词语改成的分词句构 所以本来说when you exist 就变成了when existing 当你下车,出公车的时候 你呢,又被省掉了 b,因为主词被省掉 用原型动词 你就要试呢 aware,要注意,要有警觉的 警觉什么东西呢? of vehicles 就是这些车辆 这些车子,要注意它们 什么样的车子呢? 这个后面,这个红颜色的东西 是来修饰这些车子 本来前面应该有一个witch witch指的就是这些车子 这些车子怎么样呢? approach approach就是靠近接近 那么这个witch 在这个形容词词句里面 担任这个词句里面的一个手 同时也担任这个词句的主词 各位看到现在的witch 也被删掉了 也就是这个形容词词句里面 没有witch了 也就是没有主词了 那这个approach 这个动词 同理 没有主词 动词就改分词 所以多加了一个ing 就变成了approaching 变成一个形容词词句 改成了分词词句 approaching 从哪里靠近的汽车呢? from the rear 这个rare 在英文就是后面的意思 在英文就是后面的意思 乐加上形容词成为一个名词 从后面靠近来的这样子的汽车 你就要注意 什么时候要注意呢? 当你下车出门的时候 你要注意 我们再来念一下 when existing 当你要下车的时候 be aware 你一定要注意哦 of vehicles 这些车辆 什么样的车辆呢? approaching 接近 靠近 从哪里靠近的呢? from the rear